各位同仁,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主办房提供这个机会 跟各位同仁探讨关于工医创作的话题 谈到图示就有一个效益问题,我今天谈话可能效益不高 因为我一个人又在用类似的两个人两种语言跟大家交流 而且图示这个产分比我才逼配 开玩笑,大家一天的会议可能会吵牢累吧 开个玩笑,我们对大家的身体健康 开玩笑,你会认为一位大人,我们在一位大人 看看,我一位大人,我们在一位大人 最大的挑战,我们在一位大人 公益创投,大家都知道,在1969年,有了可乐的家族提出,什么都提出来。 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在世界各地的盛行开来。 首次,也没有中国,但是在2011年左右,直到2016年,中国才产生了一家在公益创投意义上的机构,叫做新公益伙伴。 到了2012年,乐乐这个企业得到了中国第一笔放投进行的投入。 之后呢,有产油啊,有香格林啊,农场啊,以及这个公益基金会中兴华的一些企业,不见呢,有了这个公益创投方面的概念。 所以从实践上讲,中国的这个方面的发展,叫制服的,叫缓慢的。 但是到了这个,2014年啊,中国政府的国务院下了一个,呃,中国政府呢,下了一个门线。 就是关于推动慈善行业的发展。 那么在这里呢,呢,明确地提出了公益创投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这几年呢,呃,公益行业的一些联袖嘛,专家嘛,以及机会呢,在探索,握手,关于公益创投这样一个模式。 那么中国政府呢,通过文件的形式呢,加以肯定支持和创造。 啊,所以这样呢,呃,今天的中国工艺界呢,应该说,在公益创投的发展,一定是适合了。 那么作为老农基金会,啊,我们因为这个机会呢,成立的比较早。 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也是探索的比较早一些。 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这个方面做了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 那么在我想的案例之前呢,我觉得就比较简单的,呃,了解一下老农基金会。 那么这个基金会呢,是在2004年就成立了。 应该说在中国的文艺界呢,呃,最早一期的非公募基金。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和非公募。 啊,我们是一家非公募的家庭基金会。 是由牛哥仁先生,就是中国最大的一家儒品企业,叫蒙牛公司。 那么这个公司的上司人,牛哥仁先生和他的家人, 捐助了他在公司持有的所有部分,这个基金会。 那么这些部分呢,经过多年来套现以后呢,一共是这个四十五亿左右这样一个占款。 那么这四十多年来基金会的发展呢,呃,做了一顾加200个项目。 在这些项目里面,绝大部分呢,都是传宠的这种全种方式。 呃,同时呢,我们也这个,这个,探索了一下, 关于工艺创组方面的项目。 大家看这个项目里,这个项目里呢, 这个项目里呢,所谓中国, 中国,内蒙古的中国,叫做一个河里尔的地区。 大家看这个,这个,植卫西部的前后队里服。 那么这个地方,呃,是一个国家级的屏股线。 中国用屏股线的国家级。 呃,这个地处呢,干旱半干旱地区。 它的项目标呢,一般是在四百毫米以下, 属于农木交叉地带。 呃,在历史上呢,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土地围窝, 气候也是很硬的,环境围差好。 但是后来,不由于人们生产和生活的方式, 蛤蝇,导致这个地方的环境惑外非常严重。 只是胃惑惑惑常严重。 所以导致水土流逝,大家看这些沟厄, 都是水土沖发的沟厄。 那么导致这个气候呢,也变化很大,风差也比较大。 那么在再一个地区呢,呃,我们把它想修复到, 10亿的气候,所以有一定的技术支持才可以。 所以我们这也是复合工艺状况的一个理念。 我们不再要投入资金,而且要投入不够的资源。 我们就联合美国的大资产保护协会, 中国的绿色看护基金会,以及我们当地的营业技术部门, 共同来完成这个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呢,我们把它分成两个阶段。 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叫做知会恢复阶段。 这个项目,我们就是想把这个地方被客户移位嘛。 把它修复起来,形成这个,这个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那么经过专家,以及这个技术部门的认证啊, 就是这个地方是和,啊, 啊,桥灌草相结合的一种修复方式。 就是种植大量的桥木,啊,比如说我们的, 可能是松树,啊,还有灌木, 就是当地的生,这个生长, 这种奥成的一种,我叫做灵桥木。 然后在这些灌木的桥木,啊,这个生长之后呢, 也带着草的生长。 所以这个,我们在四万多的这个土地上, 种子里有三百万多的这个桥木。 所以这个地方呢,经过五年的修复, 现在这个环境能非常好。 这是我们修复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图片。 那么到第二个呢,就是说, 这个环境挥过到自然成长状态嘛, 就是这个已经形成一个很, 很小的一个区域性的一个环境状态。 比如说这个区域水也增加了, 这个各种食物动物也增加了, 这个风沙也小了。 那么这个,这个情况下, 我们现在我们就要考虑, 怎么样把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起来。 所以我们就利用这个, 现在的一个PPP的方式, 就是当地政府, 以及这个各局当地的企业, 比如说我们固负责这个企业, 还有我们工艺组织共同大线一个平台。 主乎是当地的这个农民呢, 主乎是现代理合作者的形式, 对当地的农民呢, 进行技术培训, 比如说种植业的培训, 养植业的培训, 发展一些这个, 这个汉桶液, 以及零下氧气啊, 零下放木啊, 这些可持续发展的一些, 这个经济发展模式。 同时呢, 我们还想把这个种植业, 养植业的产品呢, 进行生加工, 比如说肉类的生加工, 比如说那个银桥, 我们这种灌木, 它这种生销工型的时候, 它一到两个月, 必须把它割掉, 然后再生到这个土甲茂上。 这个银桥的东西呢, 燃烧可以发电, 那么这个, 再经过一个工艺程序呢, 可以就是从事物看, 看机会, 可以有机会, 来保护工业生产。 那么这些方式呢, 都是当地这个经济呢, 我又起来了, 我又起来了。 那么, 总之说呢, 就是PPT, 大家的平台, 用当地设施合作的方式, 发展了地区的经济, 主要是养职业, 种植业, 以及生销工。 经过几年的经济的发展, 环境滑, 然后再加上地区经济的发展, 我们做过一个间断性的总体的评估。 就是说, 在这个区域的发展呢, 我们大家看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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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氧化碳。 所以我们这些, 四氧化碳工具的营地呢, 有一部分是碳汇率。 这个碳汇率呢, 在未来二三十年之内呢, 可以吸收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 那么, 即使我们在二十年之后, 项目启动之时呢, 就把十六万东卖给了香港的地区公司, 我们拿到了二氧化碳, 那么这二氧化碳, 还可以呢, 对今后的事情来, 这个可持续地挂护这一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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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代来了一个经济效益。 同时, 因为经济的发展, 可以, 是当地的经济效益呢, 正是三亿国际人民幣, 同时, 可以提供, 上百万个, 因此的固定的计刑広位。 就是这个经济效益, 实际上的大, 所以我们实现了, 经济效益, 環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三种发展的一个理想状态 所以我们也获得了很多的奖项 像联合国务院下的参会项目 以及CGB的金牌认证 成功多样性的认证 以及中国政府发给我们的公民资产的中华资产奖 最高的一个奖项 这一复合了我们中国国家主习近平先生们 在很多场合多次强调的中国的环境问题 就非常重要的再度的大家都知道 因为建平先生们说 我既要金山云山也要绿水青山 这个绿水青山越多金山云山也会越多 所以这个项目得到了当地政府以及国际社会组织的认可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容易创成的项目 那么第二个简单说 我们也进了一个欧美的博物馆项目值高领 这个保儿童教育的 就是说螺旗上不主义呢 大家也谈到关于教育的问题 中共的教育问题呢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在学前教育上 我们不可学 把家长的幼儿童 做进行文化知识的教育 特长的这种培训 功利性的一种培训 实际上这种教育上 什么联统的阻碍的 还有这么大脑子中 看不清的东西 动手动脑子中 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这个用作的方式理念呢 就是说把郭美儿童国管的教育理念 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这个统床馆的长导英语 展向的这个物质 都符合儿童的这种兴趣态务 儿童时期的大毛发育 经过教育下 一到七岁的儿童 他在形成的价值观 他这种拼过精神 想象力 晃晃力 等等方面 都是在这些形成的 而且从教育的多产出力来看 而是我们学学教育 多产出力最高的 所以我们在这种理念下引进了这样的项目 这个项目也有合作国家的组织的组织 这个是北京馆 大家看这是国家的展项 北京馆呢 已经两年来 接待了三多多万的儿童 五百多万的 五百多个主机构进行的这个参访 这个效果非常好 这是护士馆 就是我们基金会的大陆营 所在第五号车 这个管建成以后呢 应该是亚洲最大的这个儿童博物馆 同时呢 能接待两个馆 可以接待两千人 所以这个 那么这种能备用作模式呢 我们主要是 抽集 前期是抽集资金来源 然后呢 收复政府提供场地 或者跟一些组织机构合作 比如说在北京呢 跟中国儿童中心合作提供场地 来说呢 我们有知识成为这个 中国儿童研究中心 这些机构呢 提供专业的知识 与说展向的设计 人员的评训 教室的评训 以及这个 运营马里 都将人员的评论 这个 用意的模式主要是前期的 这个 执行的筹集 比如说我们 我们到的收入 以及里面的经营性收入 这个政府是会免税的 那么如果这个费用不够 我们还可以 做回多方面的筹集